华江湖终于现身长安竹鹊门 李茂真究竟是敌室友 在29集结束 通过30集的预告掉了观众一星期的胃口之后 华江湖之不良人第30集终于更新了 在这一集中真假李星云的斗争愈发激烈 支持真正的李星云的势力不断赶到 也让原本有些一边倒的局面变成了军事 而其往李茂真的压轴出场 又让整个局势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他究竟站在哪一边 在陆林轩驾车冲进朱雀门的途中 汉拔公主倒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他用马车上的食物来攻击紧追在马车后的敌人 也是让人认俊不惊 在孟婆的手下要发动总攻时 扔出了汉拔的那朵花 竟然引起了一场爆炸 将敌人炸飞并且将自己也炸成焦炭后 陆林轩和上饶公主终于是抵达了真假李星云的对峙地点